连美照她6岁出道,闯荡演艺圈50多年,却因常吃这个身体出问题,罹患失智症几率比别人高出了25倍。 她6岁出道,闯荡演艺圈50多年,却因常吃这个身体出问题,罹患失智症几率比别人高25倍。 62岁资深女星林美照有助让人印象深刻的嗲嗲嗓音,她6岁时就以同情身份出道,闯荡演艺圈50多年,在戏剧和歌仔戏上表现都相当亮眼,更曾在2010年夺下金钟迷你据事后观。 不过很多粉丝都发现,近几年来林美照仙少出现在大营幕前,原来是她的身体健康出问题了。 两年前,林美造二度因为急性肺炎住进加护病房,从鬼门关检回一命后,她靠注中医调养身体, 最近却又发现自己出现眼睛不适和望东望西的症状,后来在朋友的推荐下到医院接受脑部神经修复检测后, 却被医生告知得到失智症的几率比一般人高25倍。 原来,林美照年轻时因忙着拍戏、作秀、生活作息相当不正常,甚至有长达七天没有睡觉的记录, 而这样的生活模式重重影响了她的睡眠品质,她因而有了睡眠障碍,只好极有安眠药让自己顺利睡住, 只是安眠药一吃就吃了30多年,阶级量越吃越高,就连医生也净乎哪一次的剂量, 可以让一般男人连睡三天了。 加上林美照的母亲60多岁就得了失智症,从遗传基因来看, 也使她得到失智症的几率大增,想起妈妈当时发病时,处处需要依赖家人照顾, 最后甚至严重到无法进食,大小便也无法自理, 这段回忆至今仍让林美照无法忘怀,她坦言自己对生死看得很豁达, 但不想活得没有尊严,也不想增加儿女的负担, 因此决定砸下百万修复脑神经,提早预防失智的可能性。 失智症,Dementia,目前虽然没有方法可以完全治愈, 但如果提早发现还是可以延缓症状的恶化, 美国失智症协会就曾提出一些警讯供民众参考, 如果家里的长辈也出现这些现象时, 可别以为他们只是单纯老化, 但其中可能就是失智症早期的症状, 建议应该立即寻求专业协助才是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